早安大家 现在我先吃个早餐等一下跟大家讲个话 想要来讲一下我们这次呢吃货点餐要吃什么 这是我做的那种清肠的果汁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吃的太多太heavy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要偶尔来清个肠 我第一次喝有加parsley的 我其实有点害怕因为我之前在欧洲第一次吃到parsley的时候 我觉得 但货在果汁里好像还好 还好配吐司 蛮好吃的 吃完以后等下跟大家讲 嗨大家我出完早餐了 我刚刚呢有跟大家稍微提到我这次想要做的影片 就是我想要做一个叫吃货点餐的影片 然后他呢就是会有我们这一个月 可能做的比较大的菜或是我比较拿手的 或是呢之前在instagram上面 大家有敲碗的食谱 然后就把它收入在这个影片里面 然后可能有一些是微微教学 有些可能就是分享这样子 但我都不是专业 我都会贴给大家看就是我的出处是哪里 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我做 因为是影片版的 然后这个月呢我就是很想要做牛肉面 然后还有一个蛋糕就是甜食 跟想要做非常非常想要做的糖醋肉炒饭 就是你知道蛋葱蛋炒饭 然后配一个糖醋肉 就很像是那种日本的中华料理会有的一个set 然后我就觉得一定超好吃 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有一个日本人做 我就觉得我要试试看 大家就是如果喜欢可以跟着一起做 然后你们就可以hashtagivana knows 就是我知道你们在干嘛的那种意思 然后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的成果 这次的这个牛肉面就是 算是我已经试过两三次 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一定要做做看真的很好吃 然后我又觉得就是跟外面比起来 虽然比较麻烦 但是就是很健康 然后很有成就感 然后我觉得是以后那种 家里可以你以后小孩啊 或是说你的朋友啊 吃到以后都会觉得 哇这就是你的拿手菜的那一道料理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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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需要三天的時間 雖然有點麻煩 但是你試以後真的會覺得很值得 唉 我們就先等他一下 哈囉大家 現在是晚上12點 我已經擦完臉你們看 擦完臉然後準備要睡覺了 但是呢 因為我的鍋子非常非常的保溫 所以 他不可能放到涼 然後讓我冰進冰箱這樣 我打算就是 因為我現在還在 讓他熱 本來是只燉45分鐘嘛 然後想說好再讓他燉個 半小時這樣子 多燉半小時 然後等於說 今天晚上就讓他燜在那個鍋子裡面 因為我那個鍋子真的可以 至少保溫五個小時沒問題 然後明天早上我再冰進冰箱 晚上呢再處理 等於說我是顛倒過來 本來你是晚上冰冰箱嘛 讓他凝固啊 讓他吸收啊 什麼的 我現在等於是日夜顛倒這樣子 大家應該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我再把詳細的步驟寫在資訊欄這樣子 好 讓大家看一下現在燉的怎麼樣 大家看到他現在冒煙冒的很誇張嗎 我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情況 偷看一下 對 現在是小火在燉 吃起來好像很好吃的感覺 我們已經要瘋掉了 再用這個角度看一下 哇塞 肉感覺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好像是叫我們說快來吃快來吃 好 我現在就是 超級受不了 現在晚上真的肚子超餓 然後呢 我就讓他就是熄火 讓他在裡面慢慢的 用餘溫去燉他 明天早上再來處理 我們現在要去睡覺囉 晚安 早安 我變條文人了 要來看一下呢 我的牛肉如何 要把它冰到冰箱去了 剛起床 才剛擦了化妝水 然後等他其實也吸收了 等下再去把它保養起來 打開囉 哇浸泡在裡面 一葉的牛肉 看起來非常入味 好我要把它放到冰箱裡了 給大家看一下太陽光底下的牛腱 看起來更幸福了 這是牛筋 牛尾 然後牛腱在這兒 好 我要把它移到牛肉一個地方冰起來 我的冰箱非常非常的冷 所以你看 就是真的很 紮紮實實的冰起來了 給大家看喔 上面那邊的油全部都要刮掉 我現在來施行這個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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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完便这样 有点可怕 现在拿去加热 没对比没伤害 好我又把它放在这个 我的炖锅里面炖了 然后现在也是开小火 这个大概炖个一个小时吧 因为我里面还是有牛筋 所以我还是希望它烂一点入味一点 然后我一样会让它继续用余温 就关火然后用余温炖 哈啰大家 今天呢是吃我们牛肉面的一天 我们等这天等好久 但是因为我的青江菜比较晚送来 然后我又想说要做几个那种小卤菜 有没有 所以呢就等了一下 然后我现在在等Jason他去买鲜玉鲜回来 就当我们的饭后甜点 然后今天呢我就跟他说 我想要走的是那种精致的牛肉面路线 大家帮我评分一下 有没有很精致 这个牛肉面呢 我等Jason回来 我才会把汤淋下去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没有汤的部分 先给大家偷瞄一下 大汤 现在还没有加汤进去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放牛尾嘛 然后牛肉 大家可以看到牛肉的一些已经就是烂 炖到很烂 然后还有牛筋 这个牛筋呢 据Jason有试吃说是入口即化 然后呢我就有用了皮蛋豆腐跟乳花生这样子 那我想要向餐厅一点点 应该还行吧 然后我的面就是比较小 但是肉是不能小的 然后菜这样比较均衡 好 等老J回来哈 好那在他还没回来的时候 跟大家多聊一下 为什么会想要做牛肉面呢 是因为牛肉面真的是蛮麻烦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的很多步骤嘛 但是就是 是你吃了以后很难忘的一个味道 上一次做应该是十月了 就是你知道 做一次要休息一个月 然后据我朋友说的是 这次的牛肉超级好吃 所以我自己本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然后他是也跟我们一样今天才吃的 所以呢 就是小期待一下 而且他说这次的牛筋非常软 那因为我上一次可能 我是完全的照我的那个 参考那个食谱 可是因为那个食谱只有卤牛筋 所以 筋可能没有办法那么 嗯 进去那个味道 或是没办法那么烂 因为他必须要卤更久 然后我这次用我的新方法 就卤的还蛮顺利的蛮好的 所以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喜欢 牛筋 然后喜欢牛筋 一起半筋半肉的人 你可以照我的方法 然后 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 牛肉面要放牛尾 因为牛尾的胶脂超多 而且他的肉就是跟牛筋更不一样 就非常非常的Q 很好吃 好 就这样推荐给大家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来吃饭啰 味道如何 香 香 香就不对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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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诶 这种排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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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排场 这种在 断唇蒸才看得到的啊 这种排场 啊 加汤进去咯 哦 登登 加了汤以后 看起来是不是更不错 哦他不喜欢喝汤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点点就好了 他干脆吃干拌面 然后 拿回来的鲜玉先 等一下吃 好 坐下来 吃饭啰 肉 蛤 你是吃肉吗 对啊 就整个是 就咬到嘴巴里去解体了 就解体了 就解体了 这个筋 很夸张 嗯 这个筋 那上次落差多大啊 那个筋太夸张 肉 嗯 肉也好吃耶 嗯 嗯 肉好吃喔 你吃了 皮蛋豆腐 皮蛋豆腐 而且我会让皮蛋豆腐不要 蛋黄不要难切或黏在一起 我还有先烫过 嗯 嗯 晚餐吃完了要吃 鲜玉先 有人说叫我要拿到他们面前喂他吃 我傻眼 哈啰先生 请吃 回到位子上我自己吃了 你看 都不用自己做了太棒了 好暖和 你们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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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滷到 應該已經第三天吧 我們今天是第二次吃對不對 對 你看 你們看那個筋 都已經這麼的爛 我們剛剛真的是入口即化 強制建議大家一定要乳筋 超好吃 這是我們最後一批了 我們吃光了 嗨大家 我們呢 剛從超市採買回來 頭髮好像很亂 算了 我們今天呢 想要吃的是 骨頭藥 他吃骨頭藥我沒有 我們今天呢 想要吃的是 糖醋肉蛋炒飯 這是一個套餐 我前陣子呢 就是看了那個 一個日本人 他們就是 嗯 做中華料理 然後就是做這個 set 我覺得天啊 看起來也太好吃了吧 我覺得韓國人跟日本人 超會做這種東西 然後我今天就想說 要來模仿一下 就是這整套的套餐 給大家看 然後也 就是 炒出一個粒粒分明的炒飯 感覺應該很不錯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做 就是 這樣一個 感覺很下飯的套餐 我呢 決定要先來調醬 這樣等一下呢 才不會手忙腳亂 那 糖醋肉呢 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酸跟那個 甜甜的感覺 所以呢 就是用糖 然後水 跟番茄醬 還有醋 這四個 1比1比1比1的比例 下去 調 然後 等一下 就可以 下鍋煮的時候 直接 放進去 我先來調醬好了 那 我先來看 我先來看 喔 我先來看 就這樣 如果您不 inheritance 食物 onen 我拿一顆蛋來醃肉 大一顆煸酒一匙吧 然後再撒一點鹽 這樣把它拌勻 這樣攪拌攪拌 然後這樣子以後 把肉都放進去 重點是要這樣按摩按摩按摩到 它完全吸收 讓它能夠吃進去這些東西 炒飯的部分呢 就是把前一天的飯拿出來 倒在一個盤子裡面 有深度的盤子裡面 然後呢就是準備蛋 把蛋黃放進去就好了 好我肉的粉都裹好了 我現在讓它在這邊反炒 等下就可以放進去切在鍋裡面 那我現在先切我其他的菜 跟其他的東西 炒飯好了 VD上面 有沒有看到 哇 好接下來用糖醋肉 好我現在刷一點油在上面 讓它等一下炸的時候 就是不會白白的 不好看這樣 然後就可以送去氣炸了 那等一下要翻面的時候 也要再塗一遍 不然就會很醜 給大家看 等一下就可以送進去烤了 氣炸了 應該這樣講 好 打開來看 我目前是長這樣 好 那我們再翻過去塗油一遍 好都塗完了 我再放進去一次喔 我再放進去一次喔 好 好再十分鐘就可以了 哇 看起來真的很美味 好現在把它盛盛盛盛起來 看起來好好吃呀 吃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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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中華餐館 中華料理的 你是哪一個 炒飯 nice nice 這是那個嗎 這是你自己做的嗎 還是trader就是那個 自己做的 配兒 真的啊 琳達來了時間 真的耶 乙雞肉耶 裹粉喔 騙人哪 怎麼可能 真的啊 剛剛才過幾分鐘的時間 那才過幾分鐘的時間 你就做出這麼厲害的東西 你騙我喔 我吃一口就知道是不是 好吧這真的是你自己做的 trader就是不是這個味道 這樣有點扯耶 那才一個小時左右吧 trader就是那個 雞肉 就是豬肉 對啊 所以才說我吃一口就知道 嗯 嗯 可以吃肉 超脆 糖醋醬是用什麼做的啊 番茄醬嗎 嗯 難怪你怎樣買番茄醬 超胖老師呢 還有嗎 嗯 超胖 還是說都有 都有 嗯 吃不到幾分鐘 就這樣問還有沒有 你還會想再吃一次這個嗎 吃一次 沒事 我等一下就要再一層了 我說以後 哦 當晚會 完成度那麼高還原度那麼高我有點嚇到 還原度是什麼意思 你說跟台灣的喔 不是跟那個我看的日本日本的那個照片 嗯 嗨大家 今天是禮拜天 我們呢 就是想要做一些 東西 來喝 然後因為剛本來想要做甜點 後來就覺得 我想要把我的那個 芋頭趕快削完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做芋頭牛奶 然後想要做那個很 濃密的 綿密的芋頭米 芋泥 超級香 看我們的芋泥 哦 哦那芋頭味超香的耶 感覺應該ok了都透明了 嗯 一點點牛奶 一點點 好好提 嗯 不知道會不會太多 多少 一匙好了 這樣一匙喔 嗯 我想要微微甜就好了 不要太甜 多少 嗯 再 嗯再多一點點 我們兩個現在很緊張 哈哈 不用料理機 做出很綿密的那個 蛤 用不是料理機的東西 在做料理機 要開始做的事情 對 這跟我不見得 是新的通 好 哇賽 現在看起來已經很厲害了 我們要再加一點牛奶 把它弄進去 哇 看起來很棒 你看它最上面那邊 卡住了嗎 下面 對都沒有打到 哇 天啊 欸這個 這個有點過頭耶 你這個 是要分幾天喝啊 哈哈 頭髮我們今天就喝完了 會不會 超級好喝耶 你看那麼綿密的感覺 這加在冰淇淋上 應該也很好吃 可以等我一下 加了一點牛奶 來 要把下面那陰陰的都都打 哈哈哈哈 要把下面陰陰的都打掉 嗯 這一點點覺得怎麼樣 因為它滿舒服的 真的喔 很香對不對 喔 這很讚 甜度剛剛好 對啊 不能加太多那個 因為牛奶 等一下要加牛奶進去 也會甜 就芋泥牛奶本身牛奶也會有一點香甜味 好 我們再打一次 哼 弄出來一點點 因為它現在好像有點滿了 啊 畢竟我們這不是專業的食物調理機 先把已經打好的 要不要湯匙弄出來 我先用倒的 因為倒的它就代表說 已經是夠濃密的 綿密的 哇喔 你是專家耶 對啊 芋泥專家 現在不是很多那個 都會沾在外面嗎 很多那種飲料店 都會把它沾在杯面上 在杯子裡 都會沾到杯子裡 很大 都會沾到杯子裡 對 那是 在杯子裡 都會沾到杯子裡 在杯子裡 這裡 是 很黏 超好喝 這珍珠很Q欸 我們喝了第二杯 然後我們有多加蜂蜜就感覺更香 這 變甜了 好多喔 嗯 好喝 嗯 嗯 這滿滿的芋泥欸 超肥 喜歡嗎 有人說昨天吃的太 濃郁了 今天要吃的比較不濃郁 就滿滿的濃郁 吃清淡 Heavy heavy 昨天吃的太heavy了 所以今天要吃清淡一點 還是一樣heavy 不好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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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